主要就是因為它的儲存格 其實儲存格理論上就是一個TD就好了 但是問題這個網站 它還分TH跟TD 所以比較麻煩的部分 你可能要知道它的規則 它的規則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網站 一樣儲存格我剛剛講 你可以按右鍵檢查 這個它會跳到這個位置 你在上面按右鍵 它就跳到那個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右邊 這邊就告訴你這個儲存格 它裡面就是一個TH 這個也是TH 這個其實就是這個 頭在這裡 尾巴在後面 尾巴在後面 裡面放的資料就INNER TEST 底下這些都是TH 所以它的規則是 第一列的話有五個TH 五個 第二列的話 它如果假設每個TH就算了 但是第二列跟第一列不一樣 所以第一列它是TH 乘上五個 第二列的話 它是怎麼樣 開頭這個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個是TH 後面都是TD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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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規則是什麼 一個TH 加上四個TD 你說老師 那第三列按右鍵檢查一下 檢查看看 這個TH 後面 TAD TD TDD 好像規則跟第二列一模一樣 所以底下應該都一樣 這個也按右鍵檢查一下 確定一下 TH TD TD 所以如果我要把這邊做資料的抓取的話 其實理論上它好像有兩套標準 兩個規則 一個是for這個的 有沒有 一個是for下面的 要怎麼寫比較簡單 當然寫法很多 後來我自己又重新想了一下 那不如我就把它分兩套 這一套的話 直接怎麼樣 寫在回圈的上面 下面的話 那就是TH 四個TD 來抓的話 好像會簡單一點點 當然啦 寫法我跟英哥講 反正你能夠通通抓下來就對了 至於怎麼抓 那怎麼抓比較簡單 你們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方法 因為我先抓第一列好了 你知道第一列怎麼抓 第一列喔 一樣在剛剛的這個程式 這幾行我就把它刪掉好了 這三行刪掉好了 因為這有點障礙 所以 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先抓一個table 變成一個table物件 再去這個table物件裡面 抓它的所有列 放在TRS物件 然後再跑個回圈 就全部下來了 那接下來我希望再把它分割的話 那怎麼分割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主要是寫在哪裡 寫在縫迴圈上面 我先抓什麼 先抓那個 把 操在跟到未保持三元距離 因為它是五個TH喔 那我要怎麼去把它做解析 很簡單 第一個你可以利用TRS 那它的第一列的話 應該就是小瓜狐靈 小瓜狐靈就是它的第一列 OK 第一列裡面的話呢 請你幫我在第一列裡面去找什麼 TH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就利用這個 getElementByTechnite 幫我找一下它的什麼TH OK 然後呢 找到之後的話呢 一樣把它放哪裡呢 那當然你前面可以再加一個 一個物件名稱 物件名稱的話呢 也許一樣叫SET SET THS好了 OK 規則都差不多 反正就是 只要是負數的就是加一個S OK 好 那這個THS裡面應該找了一下 如果是第一列的話 應該會有五個 所以它的 所影值一定是0到4 好 那你想說 那它怎麼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的 這一個 我要放應該是 從這個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 第四 第五 我要分別放在第一列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這樣寫的話 就是Sales 足行寫的話 那一樣是第一列 反正大家都第一列 那第幾藍呢 那當然之前我們可以用A藍 不過你這邊也可以用數字 第一藍 第一藍的話呢 就是放什麼 這個THS裡面 Innertest 所以放THS裡面的第幾個 但這個地方的話 就加一個等號 等號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刮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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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 就Innertest Innertest 好 這樣的話呢 如果你執行這一行的話 應該就會 第一個好像是空的啦 所以 理論上你執行這邊應該是沒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意思類推 這邊的話第一列 第一列的 這個是藍 第二藍 那就放什麼 TRSE 這個應該就超載 超載放進來 那這底下我先把這個先註解一下 這個先不跑 那我讓它程式跑跑看好了 我們執行一下 我要寫兩個好了 讓它代表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執行完 這個應該是空的 這裡面第一個出生格是空的 那第二個是超載 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超載到 那你如果假設再往下寫 那不就怎麼樣 再來就是第三 這個應該是第三藍 所以這個第三藍的話呢 那一樣就是抓裡面的第幾個 第二個 可是你說老師 那感覺好像 這個一樣就是一直不斷的重複 那總共五個啦 那你比較笨的話 如果你實在不會寫回圈 你就是照著寫嘛 一二三四 藍嘛 一二三四五 然後底下的話 就是一二三 這個是鎖影值 因為總共五個嘛 零一二三四 那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就可以把五個嘛 執行一下 就會把 藍位名稱通通抓下來 放在這裡 有沒有 這些都是 但是喔 你在想說老師 這樣寫有點 如果可以寫個回圈 那更好 所以我在雲端上面寫的那個 我是把 它這邊 改成追 因為我習慣前面這個是用I 列的話用I 那藍的話用追 所以我把它改寫之後的話 我把它改成這樣 4 追 等於 一樣是0到4 因為主要是以這個當基準 0到4 Enter兩下 要打一個next OK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抓一個 抓這個 當一個 基準 然後 再來的話要變的是這個 然後我就是把這個 記得喔 追一定要加1 因為藍的話 你不能地零 沒有零這個藍 所以 加1是說變第一藍 加2變2 一次類追 這邊的話就直接改個追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可以把 上面這5行 可以把它改成一個回圈 可以把它註解一下 好 執行一下 這個寫完 應該就會變成 像這樣 那這樣的話呢 這邊就搞定了 有沒有 就用T 在TR裡面 去找T 有沒有 0的部分 等於是第一列 好 那你說老師 那底下的部分怎麼辦 OK 所以再來的話 我們要處理 底下的這個分割部分 這個可以把註解拿開好了 我執行一下 所以第一列OK了 再來的話就是第一列以後的 那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 把它跑出來的話 這邊還沒分割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第一列的資料 把它直接先抓 然後再思考一下 後面的部分怎麼做 試一下 試一下